我如果有給台灣人民 最大的鼓呼跟啟示是什麼 就是勇敢的坐下去 要勇往直前 只是前方的路又出現阻礙 藍白未整合 憑過招 國民黨參選人侯友宜 再拋派民調專家 重新檢視9份民調 民眾黨柯文哲到新北盧州 拉台自家小機 這球要接嗎 柯文哲陣營22號上午 才會由總幹事黃珊珊來說明 但真的很奇怪 都已經開始登記了 藍白還在卡 搭檔至今都沒個譜 只是整合還是目標 柯文哲中午在致電侯友宜 因為這幾天 他一直透過不同的管道 就說要跟我單獨見面 他還說什麼 昨天晚上 他都等我一整個晚上的電話 問題是傳話 你不想傳什麼東西 因為國民黨跟企業界 不少人持續傳達藥藍白河 多到柯文哲都怕 我都已經接到不敢接電話 我壓力太多了 親朋好友什麼都有 前一批戰總統 就是希望在保衛前台灣人的生命 重申保衛家園 侯友宜晚間也在新北隔空尬場 雙方交鋒千百回 搭檔人選選而未決 台灣選舉史上破天荒 藍白痘先留下難堪紀錄 TVBS新聞 珠光宏田 佳慶禮品 SN小組 新北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